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植物 就是眼前的这种植物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种植物的叶子 它的叶子非常的小 叶子的长度 像这种成年叶子的长度 也就在一公分左右 像这种半成年的 那就是0.5公分 然后这个叶子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边上 边上是一片白色的 这叫银边 如果边上是红色的 那就叫金边 边上是红色就叫金边 边上是白色就叫银边 它的花期 它的花期是五到七月 所以五到七月的时候 它开花以后非常的漂亮 那么它就有一个名字了 开花的时候很漂亮 就有一个名字 小小的白花朵 就叫满天星 但是在我们这里 为什么它是五到七月开花 那在六月的时候 白白的一片花开起来 所以人们都叫它六月雪 六月雪 就像六月的时候下的雪一样 白茫茫的一片 非常的漂亮 你们喜欢这种植物吗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跟我治一身 这种植物做盆栽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这个装型 看一下这个装型 小巧玲珑的 我们可以从小 从小去做 从小去做 但是呢 像这种已经长成形了的 就不好去做造型了 然后要做那个造型 好一点的 那就要大装头 有的大装头长得怪不隆隆的 像这种的话就已经成形了 只能还没有 不怎么成形的话 就晓得怎么弯 怎么弯曲都可以 一点都弯不断 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 非常漂亮 跟上自己溜吧 看一下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美 这个叶片看起来 而且像这个小的 这一种的话 它不光是边上 不光是边上是白白色 叶片的中间也是白色 像这一种的话 就最最美了 美上加美 而且它属于那种嵌草科 它还有很好的药效 很好的药效 但是呢 因为其实高度不够 在这里不敢不便 去说它的功效和作用 但是有喜欢它的功效和作用 想了解的药效的朋友呢 可以跟我自一声 我会在视频下方给大家分享 或者呢 私信给大家分享 都可以的 如果说要用它入药的话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本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好看 这些owan可以好看 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间的看